我们往下看看第七大章的第三个内容 它是关于道路运输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的 一个是应急处置 一个是救援措施 那这部分的主要是包括四个内容 第一个是关于道路运输企业事故应急处置的 第二个是典型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一个措施 这个就是有针对性的给你不同情况下的进行一个描述 第三个就是典型交通事故现场处置和它的一个救援 第四个是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我们的第三节主要讲的就是处置和措施的一个问题 对于处置和措施来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对应的去处置它去进行一个救援 所以说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事故可能面对的问题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说哪一个是重点 那个是不重点 因为很多东西是你生活生产生活中必须要储备的一个知识 因此这个位置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 剩下的你自己回去看 其实我们后面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都不是我们讲课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 我们往下看 看第一个是关于7.3.1 暴露运输企业事故应急的一个处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有哪些支点是需要我们了解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管理类的 说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时候 道路运输企业应当立即怎么样 启动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运案 对不对 这个应急救援运案前面都给大家反反复复说过了 说我们有综合的有专项的有现场处置的 对不对 这些东西反反复复都给大家说过 说综合的是什么情况 专项的是什么情况 现场处置的什么情况 对吧 那这个东西一旦道路运输企业发生了问题 那么我们一定要采取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 这个时候我们的应急救援运案就派上了用场 采取下列一项或者是多项应急救援措施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报告事故的一个情况 那这措施是啥呀 首先第一个迅速控制危险员 组织抢救预险人员 这是其中一条 第二个就是根据事故危害的一个程度呢 组织现场人员的撤离 或者是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以后再去撤离 看见没 首先你要把危险员控制住 然后去抢救预险人员 然后我们怎么样 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撤离 然后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一直没有哪个地方会讲 说你不要雇自己的安慰 不要抛却自我 然后一定要先去救援 不可能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教材上有一个部分就讲过了 它那个表格上其实就讲过了 如果一旦这个救援或者是处置 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先保护好自我 这是一个话外题啊 只要给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如果说你能救援 能组织撤离 能等到有应急措施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有应急措施 你千万不能说 哎妈呀出问题了 我先跑了 那不行的啊 首先咱说不出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其次它也是一个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对吧 那采取必要的措施 防止事故危害扩大 和次生衍生的这个灾难发生 根据需要请求临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 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的一个技术资料 信息和处理方法 第六个就是维护事实上 现场的一个秩序 然后保护事故现场和它的一个相关证据 第七个是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应急救援的一个措施 这个大家看一下 总共是七条 那总共是七条 那每一条都可以什么样 采取下列一项或者是多项应急救援的一个措施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事故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个知识点 我们还可以反映过来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当时我们在讲应急救援阅案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应急救援阅案 你一定要贴近什么样 贴近我们的企业的实际情况 你现在不能太飘 是不是 你要接地气 你要能让它有一定的实操性 你不能说这个玩意做出来以后 它就是个文件摆在墙上 摆在柜子里面 那不是 对于应急救援阅案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 就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的工作 一旦发生问题 我们能通过救援阅案 采取措施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太高高在上 你就是一个画树上的东西 或者是全都是一些空画套画 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对于我们的救援阅案 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这些年我们的安全事故频发 很多问题层层面面其实都有问题 大家也看到了 尤其是这些年各种爆炸呀 各种什么货车呀 客车呀 客车这两年还少了 尤其是货车 这两年只要是一发生危险啊 真的是 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当然 谁都不想要这个危险发生 我们都知道 所以说作为一个助手安全工程师啊 你后期的责任其实是非常重的 大家一定要从学习开始 就开始引以为戒 提高自己的这个思想意识 我们来看一下事故报告应遵守的要求 首先对于这个事故报告呢 是我们管理也讲 法规也讲 对吧 肯定老师这两个老师都给大家讲过的 但是我们实务对于这个事故报告的问题呢 还是一个重要考点 肯定会涉及到案例题的考试的 我记得15年的时候 咱们案例分析的一个真题啊 当时就写了一个事故报告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说你这个事故报告你要报告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事故调查 这个调查的报告里面都包括哪些内容 好像是这么一道案例题是吧 我觉得当时那道大乱立真的就写了 应该是写了一个危险货物运输啊 好像是在路上那个车撞掉 然后我们里面的危险物品应该是一个化学品 然后它流出来了 对吧 我记得我看过那道题啊 因为年头有些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事故报告应遵守以下的一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事故发生以后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怎么样 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情况就特别紧急 你联系不上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 你也可以直接向谁啊 向事故发生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去报告 当然啊 你不能越过你的这个负责人 你不能说我又跟政府报告了 我也不用告诉他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不管怎么着 你要向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报告 然后紧急情况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去进行一个报告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以后 应当一小时内向谁啊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票人去报告 对不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去报告 那注意一下啊 这两个时差 一个是你一旦发生事故 你现场人员要立即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负责人 要在一小时之内 所以说这有个时差啊 这就是为什么底下人家强调了一下 说情况紧急的时候 你非得等那一小时吗 不用是不是啊 情况紧急我们直接报啊 对不对 但是你报归报 你领导人也必须得知道 对吧 第二个就是对于旅客运输过程中 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呢 客运驾驶员和乘务员 应当及时向谁呢 向事发地的公安部门 看见没 事发地的公安部门 和所属客运企业进行报告 迅速按本企业应局处置程序 进行现场处置 事发地的公安部门 看见了吗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考你补充品 比如说一个道路运输啊 我们的旅客运输过程当中出了问题 然后人就问你说 除了向谁谁谁报告以外 还要向谁给补充一个 那你就可以写啊 我们到事发地的公安部门 客运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啊 程序啊 内容啊 向事故发生地和企业所属的 要限级以上的 应急管理啊 公安啊 交通运输啊 这些相关部门报告事故状况 并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看见没 这是一个报告的问题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是关于道路运输企业 事故应急处置 往下看 看点形道路运输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的一个措施 那这部分你写的是蛮多的啊 比如说他给你介绍了 前方如果有障碍物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那车辆转向失灵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制动的失效的时候 我们的轮胎 包括呀 还有车辆侧华呀 自然的 驾驶员突发疾病啊 旅客突发疾病啊 这些情况 大家对于这个题目 看到这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啊 我是比较眼熟的 因为在前面我们第一章的时候 和我们对应的这个 道路运输的里面 其实对这些东西都给大家说过 是不是 我们的制动失效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撞了怎么办 我们的策划的时候怎么办 这些东西前面都是给大家说过的 对不对 都是给大家说过的 尤其包括它的一个原理啊 包括它的一个处置方式啊 当时都给大家讲过 对吧 所以说对于这个 道路运输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这里面的 我不会给大家全讲 比如说现在前方有障碍物怎么办 你说前方有障碍物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挑几个给大家说说啊 你看除此以外 还有发生可疑爆炸 发生到爆炸威胁 我们挑几个给大家说说啊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 就是这个制动失效 这个制动失效 我们都知道 什么叫制动失效 说白了就是刹车失灵呗 对不对 那车辆制动失效时 我们要该怎么进行应急处置 你在开这个过程中 你的刹车失灵了 那怎么办 把握住我们的方向盘 控制车辆的一个行驶方向 是不是 把档位放到哪啊 放置最低的 然后逐渐拉紧 驻车制动器 说白了就是咱们那个手杀 装备有缓速器等辅助制动装置的车 同时开启辅助制动装置 保持车辆平稳 减速停车 第三个就是观察周围的一个定型条件 利用紧急的避险车道啊 坡道或者是车辆侧面 擦碰岩壁 安全护栏等方式 减速停车 说白了就是我们阻碍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阻碍 让它减速 对不对 还有我们当时捡的那个车道的一个问题 这是都是在路上给大家说过的 说我们上坡的时候 下坡的时候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我们有那个车道 这是制动失效的时候 说白了就是刹车刹不住 对吧 全面观察周边的一个交通情况 通过开启危险报警的闪光灯啊 还有交替变换远近光灯啊 喇叭或者是打手势 向其他道路的通道参与者 发出警示的一个信号啊 这是我们刹车失灵要处置的 第四个就是关于轮胎 轮胎的一个爆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轮胎爆胎 那如果说在行驶过程中 车辆发生轮胎爆破的时候啊 首先如果说你是前轮胎爆破 要握起方向盘 控制车辆直线滑行 不可踩踏制动踏板啊 这时候不行了 你不能说我来个刹车 因为你那个车胎已经有问题了 若已有方向偏离 控制行驶方向时 不可过度矫正 待车速明显降低后 就近选择安全区域进行停车 但是如果说你是后车的话 那么握紧方向盘 轻踩制动踏板 选择安全区域停车 其实这些东西啊 都是发生事故以后的 那前面为什么 地鲁都鲁给大家讲那些 就是我们出车前 出车中 出车后的各种检查啊 各种一系列的检查 其实说把这些一系列的检查 都是为了防止 你在整个行驶过程中 出现这些系列的问题 对不对 你不管是出现哪些问题 你是前轮胎爆也好 还是后轮胎爆也好 终归还是一个危险的 这些东西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说前提条件下 我们要把前面 对于我们的烙路运输 旅客运输前面的一系列安全操作啊 前面那些操作 我们掌握好 因为你前面做好了 我们控制住了 你像这些适中适后的一个啊 基本上都是为了减缓 我们的一个安全问题 或者是人身的一个伤害 对吧 第五个是关于车辆的测滑 那车辆测滑的时候呢 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整车测滑怎么办 迅速向测滑的方向 向哪个方向 测滑的方向 小幅转动方向盘 及时什么 及时回转转向盘进行调整 若车辆配备防暴死制动装置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ABS啊 立即踩踏 制动踏板 到底儿 若车辆未配备防暴制动装置 继续踩踏 放松制动踏板 这个是我们车辆策划里面的 那如果说是前轮策划 刚才我们说是整车 对不对 我们说是什么 整车 对吧 我们说前轮策划 迅速向什么 策划的方向 反向小幅转动方向盘 及时回转 转向盘进行调整 还有是后轮策划 以及我们的路面施划 这几种情况 那不同的情况 我们处置的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刚才我们在讲 7.3.2 刚开始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过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剩下的内容啊 各位同学 你自己回去看啊 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对于典型道路运输事故 发生事件啊 怎么去行处置 但是这个处置 还是那句话 你要和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的那些技术问题啊 那些管理问题啊 给它匹配上 因为这些内容 其实说实在的 在前面我们都给大家讲过 放在我们第七章这里 只是汇总了一下 汇总了这一个大类目 因为我们这个大类目 主要就是剪的一个现场处置 汇总在这个位置给你写了 你说不写不行 写了吧 说白了又跟前面重复了 对吧 因此啊 它的可讲性并不是特别高 对于第七章呢 我要求各位同学 你自己回去通读就可以了 往下看看 我们第三个内容 是关于典型交通事故 现场处置和救援的 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 还记得前面 我们给大家讲过 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概念吗 那不记得你自己回去翻 我不想在课堂上重复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东西 因为这种概念知识点 我当时在讲的时候 就反复强调过 你必须得给我分清了 如果说你分不清 后面很多题 你可能觉得 这两个玩意儿不是一个东西吗 为什么还要分开写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掌握明白 他们的一个概念 好吧 关于倒入客运运输驾驶员 在行车过程中 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应及时采取什么样 正确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一个就是采取安全防范的措施 在事故现场 应按照以下要求 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哪些要求呢 首先第一个 要及时正确摆放 危险警告的一个标识 那摆放标识的时候 咱们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 如果说你在一般道路上 摆放在来车方向 距事故车辆 50到1米以外的一个位置 注意啊 针对的是一般道路 一般道路我们摆在哪呢 来车方向 假如说我们这个车在这 来车方向在哪 这边那我们就 来车方向 我们在这边 那我们就摆放到哪 摆放到来车方向 50到1米 为什么 说百万 你想让来车看见 我这出问题了 我在这停着呢 我动不了 你们快避开 对不对 所以要在来车方向上 50到1米以外的一个位置 但是如果说 你在城市快速路和高速路上 我们都知道 这个快速路高速路 它本身的行驶速度 就比较快 对不对 那在这种地方 摆放在来车方向 距事故车辆 150米以外的位置 这个距离 我们就要给它拉开了 给它一个 制动缓冲的 这么一个时间 对不对 夜间摆放的距离 应该适当增加 我们都知道 咱们这个夜间 事距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 你可能走到跟墙了 我才看见 你这个车在这停着 所以说这个 间距啊 在夜间 要适当的去增加 第二个就是 落在坡道 弯道 隧道 等事先不良的 这个路段呢 摆放在 入坡道 入弯道 入隧道 或者能更早提醒 来车注意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这些位置啊 比如说我们的隧道啊 比如我们的弯道 我们的盲道 或者说我们的弯道吧 它本身在弯的位置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盲区的 你走到位置 其实这儿 你看不到 其实这个位置 它有事故了 所以说你要在 它可以观察到 可以对它进行 停行的位置 来摆放 来摆放 当事故车辆 占用对象车道 或影响对象车 正常通过的时候 在车辆前方和后方的 合适位置 要同时进行一个摆放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 是及时正确摆放 危险警告的一个标志 第二个是组织 现场人员的一个疏散 我们有了一个警告标志 然后我们组织 现场人员的一个疏散 那按照以下要求 组织现场人员安全疏散 第一个手势 若在一般道路上 我们怎么组织 组织现场人员 转移到道路以外的安全区域 若在高速公路上 转移来车方向 距离车辆 100米以外的一个道路 或者是护栏外侧的 一个安全区域啊 不应让现场人员 滞留在行车道上 我觉得对于这个 我前两天看的一个新闻 就是一位女士 在高速上是吧 应该是在 我看那个新闻 是在微博上看见的 她在那个高速上车坏了 然后就停在那个行车道上 然后交警让她 摆放那个警告标识 她也不知道 那个警告标识要摆放哪 然后她就一直在 那个行头上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的 最后把交警就急得 不行不行的了 所以说这个支点 我觉得应该让她看一下啊 首先你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你也不要给别人的车辆 带来麻烦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报警啊 第四个就是参与 伤员的一个救助 第五个就是 保护事故的一个现场 那这是我们典型 交通事故现场处置里面啊 给大家说的这几个部分 往下看 我们看7.3.4 这个是关于危险后 道路运输事故 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的 那么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主要是包括四个内容 一个是基本要求啊 报告求助 还有安全防护措施 以及后续处置 我们这四个内容 先来看第一个 是基本要求 当然不是所有东西 我就要说啊 我们基本要求当中的第二个 关于事故现场的 一个处置要求 那这里面呢 包括五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于事故现场来说 我们的处置要求啊 首先第一个 你要采取的是 个体防护措施 看见没 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啊 说你对于危险后来说 你这个危险后果 有毒有害腐蚀 可能可有挥发的问题 对不对 你可能会中毒 可能会被伤到 所以说怎么办 我们首先要采取 个体防护措施 你不能盲目的去救援 你不能只身冲进去 你不是英雄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救援的前提条件下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第二个就是采取 初期应期处置措施 第三个是放置警告标识 设置警戒 疏散人员 第四个就是实现 向上保护方案 第五个就是配合政府部门 开展应急救援的一个要求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没有给大家说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呀 报告与求助 这个报告和求助呢 你自己看书就可以了 我们往下看看 第三个是关于 安全防护措施的 安全防护措施 里面有个第二个啊 这个考点 想跟大家说一下 说进入事故现场之前 那防护措施 进入事故现场之前 首先第一个 要对现场的情况进行评估 你首先得知道这个事故现场到底是啥情况啊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不能只伸就往前冲啊 对不对 对事故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评估 进入事故现场前 必须要进行全面的评估事故状况啊 往下看 那对于事故现场进行评估 我们肯定要考虑方方面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那这个因素方方面就多了 首先第一个 你要知道这个事故性质 你得知道这个事故 到底是因为泄漏啊 后期导致的一个爆炸呀 还是什么情况 还是因为是单纯的一个火灾呀 还是因为什么情况下 引起的一个单纯的爆炸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天气情况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温度也好 还是我们的风也好 咱就说咱们这个风吧 风对于火 它肯定是有影响的 是不是 第三个就是事故发生地的这个地形 你看你得是否容易靠近 你不能盲目的说 我就直接往里冲 我就想救援 那是不现实的啊 第四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个危害 比如说人员呢 财产呢 环境啊 它是否处于一个危险当中 特别是关于的水源和人口的密集区 其次还有一些应急措施 你是撤离呀 还是就地躲避呀 以及车辆船果能否移开 有无发生爆炸的一个可能 以及我们的应急救援的一个需求 你是需要人的 还是需要设备呀 你还是需要别的什么呀 以及我们可以立即实施的一个应急措施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在进入事故现场之前啊 对它的进行一个评估 方方面面你都要知道 那才能在保障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呢 对于我们的危险啊 进行有效的一个处理 对吧 那我们来看第四个 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 那刚才说的是进入事故现场之前啊 这个呢 是事故现场的一个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最重要的是 是保证危险区内人员的一个安全 看见没 它的主要啊 重要的是保证危险区内人员的一个安全 包括救援人员的本身呢 救援人员应采取必要的自身防护措施 并相互之间建立是吧 通信联系 那这些东西 这是关于我们7.3.4里面所有的内容啊 这是关于7.3.4事故应急处置的 我们往下看看点5 这个点5呢 它不是应急处置的 它是啥呀 运输事故后果和防护措施 看见没 危险后到路运输事故后果及防护措施 那不同类型的危险后发生事故是可能造成的后果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车组人员要采取的保护措施啊 还有我们的危害环境物质 以及高温物质发生事故是可能造成的后果 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去把教材翻到哪呢 翻到我们最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本教材里面是有几个彩页的 对不对 这个彩页里面啊 是关于对于不同类别危险后果和危险环境物质和高温物质 不同情况下 我们到路运输事故出发以后 它的一个后果 以及我们的防护措施 比如说你是该躲避啊 你还是撤离啊 你还是怎么着 对不对 这个位置呢 在我们C缸1和C缸2里面 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描述啊 这个呢 我不给大家讲了 我不想把那个图给他拿出来 放在我们PPT上再给大家说 你自己回看就可以了 能找到对应的一个处置措施就OK了 这是我们7.3.5 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七大章第三节的所有内容啊 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呀 危险货物的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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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